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大關稅逃避案 美國起訴中國億萬富翁 香港警察發布匿名公開信揭秘 警黑勾結 高層涉灘 中共突然叫停赴臺灣自由行 背後的目的是什麼 曼哈頓最大空中農場 供應下東城有機蔬菜 您好 歡迎收看今日大紐約新聞 首先帶您關注華爾街日報週三報導 中國旅業巨頭中貌公司創始人劉中田 已經被美國聯邦大陪審團起訴 成為有史以來美國審理的最大一起關稅逃避案 報導稱 美國大陪審團對劉中田的起訴書 早在今年5月份就已經達成 但直到本週才對外公布 起訴書稱 劉中田的詐騙行為 從2008年就已經開始 並一直延續至今 劉及其同伙通過空殼公司 從中貌公司購買履財運往墨西哥 馬來西亞 越南等地 之後再銷往美國 通過掩蓋原產地的方式 來逃避美國的關稅 5年前 一名美國飛行員發現 中貌公司在地處墨西哥沙漠的一家工廠 儲存了約佔全球庫存總量6%的履財 而這只是劉中田逃稅行為的一部分 美國檢察官表示 這是有史以來 美國審理的最大一起關稅逃避案 劉中田已被控欺詐及洗錢等罪名 如果罪名成立 它將面臨最高465年的刑期 新唐人記者喬安 綜合報導 再來關注香港的消息 香港上環警民衝突 44人被控暴動罪 週三 在東區法院提堂 全部人獲准保釋 案件押後到9月25號 再提堂 早上在颱風天氣下 仍有數百市民到東區法院聲援 不斷高喊 沒有暴徒 只有暴政等口號 今次是香港97以來 最多人被控暴動罪的案件 728上環警民衝突 警方當場拘捕49人 警方落案控告45人 當中44人被控暴動罪 除一名被告沒出庭 裁判官指示發出拘捕令 其餘被告接獲保釋 交出旅遊證件 每星期到警署報道 公事要遵守宵禁令 晚上12時至早上6時不能外出 立法會議員郭家綺 許志豐等人也到場聲援 所以唯一令到香港人是不要再這麼辛苦 天天夜夜去抗爭的 只是林鄭月娥 請林鄭月娥收手 不要再傷害香港 我也都呼籲警方 不要再做一些不合理的做法 只會引起更加多的民怨 而今日用暴動罪起訴44個示威者 只會令將來的衝突加劇 只會令香港是更加無憂質地 在一個不正常的狀態 罪魁禍首是警方、警方和林鄭月娥 古籍特赦組織香港分會批評香港當局 以模糊的罪名控告支持民主的示威者 是想阻嚇香港人未來參與遊行示威 新唐人記者林秀怡在香港報導 周二 往生的一封匿名公開信 指香港警務官員涉攤 勾結元朗黑幫 涉嫌策劃721白藝人襲擊事件 公開信要求成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 30日 聯登論壇出現匿名公開信 署名一群熱愛香港的警務人員上 附上了警察證件 揭露7月21晚間 幾乎所有新界北的警員 被命令呆首上還禮賓府等地 或者被特意調走 721事件 中共中聯辦被外界認為是幕後黑手 公開信揭露 元朗景區助理指揮官尤乃强 對白衣人視而不見不抓捕 是因為考慮到警務副署長鄧炳強 曾任元朗指揮官與親共議員何君堯是結拜兄弟 為了暴打所謂黑道恩情 定時代手下跟元朗的鄉身玩樂 還接受信賄賂 公開信揭露 鄉身警黑關係千絲萬縷 指控香港警務處正副署長 盧偉聰 鄧炳強 貪心怕死 萬惡職守 警察公共關係科技高層 萬女喪志 欺詐公眾知情權 公開信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還點名要問責免職多位警隊高層 或者停職交給廉政公署調查 否則會有更多黑警上位 令公務員和領導層同心同德服務香港社會 近期 香港政府多個部門不少骨幹公務員 包括新聞處紀律部隊陸續發出公開信呼應港人 30日傳出 30名警校學生申請退學 還傳出廉政公署要主動調查警方是否失職 新唐人電視 林秀儀 梁珍 林家瑋 張東旭 香港台北報導 鏡頭轉回紐約 紐約的州長庫默本月連續第三天 簽署立法加強槍支管制 週三的新法要求限制教育機構 對教師的武裝授權 同時制定槍支回收計畫 來看報導 紐約州長庫默7月31號簽署兩項立法 包括限制教育機構授權以下人員 在學校內佩戴槍支 包括教師 教授 行政人員 或其他非主要護衛員 執法人員 以及保安人員 該法案立即生效 目前紐約州有許多不同的槍支回收計畫 允許個人進行處置 另一項法案則是要求紐約州警建立州內規則 加強現有的槍支回收計畫 並建立新的項目 來安全清除非法 無擔保 遺棄或不需要的槍械 在紐約州各縣市實行統一做法 此項法案會在180天生效 紐約州是全美控槍最嚴的州 今年2月份 庫默簽署了紅旗法案 阻止那些對自己或周圍構成威脅的人 購買或擁有任何形式的槍支 7月29號 庫默在簽法案 要求將購槍者的背景調查等待期延長30天 同時禁止持有和販賣任何可提升槍械威力的撞火槍托組件 7月30號則是立法禁止廠家與個人生產 銷售 運輸及持有3D打印手槍 另外有16歲以下兒童的家庭 家長要把手槍妥善保管 新唐人記者宇婷 紐約報導 再來看到為了防止更多的寵物在極端天氣當中 因為被主人鎖在車裡而死亡 紐約州通過了一項新的法案 允許消防員或者醫療急救人員擁有救援寵物的權利 紐約州長庫默週三簽署法案 今後如果有寵物被鎖在車內面臨生命危險時 消防員和醫療急救人員將被授權 採取方法將寵物救出 不用為破壞車輛而負責 庫默表示將寵物留在過冷或過熱的車裡 既不人道也可能存在危險 应急反應人員應該具備救出寵物的權利 美國受益醫療協會的數據顯示 在華氏90度的天氣裡關上車門 車內的溫度會在短短10分鐘之內 迅速上升到華氏109度 寵物留在車裡會造成嚴重的疾病或死亡 而打開一部分車窗的降溫效果則微乎其微 在康州去年10月通過的一項新法案 已經允許普通民眾在發現兒童或寵物 在極端天氣下被留在車裡陷入危險時 可打破車窗將其救出 新唐人記者韓瑞 紐約報導 自奧巴馬政府的時期呢 便提出了非法移民父母和兒童分離的政策 週三 紐約市議員萬奇家和多個民間團體等 在市政府前共同慶祝通過了新的 幫助和家人分開的非法移民兒童的決策 週三 紐約市議員萬奇家宣布 相名為iCare的項目申請了390萬美元的撲款 為與父母分開的非法移民孩童提供多方位的援助 據目前的法律規定 在三種情況時 執法人員可將兒童與成人分開 包括無法確定兒童與該成年人的關係 兒童可能處於危險之中 或該成年人被指控犯了刑事罪 過去三年來 紐約州移民法庭積存的工作俱增 與家人分開的非法移民兒童等待期也在延長 同時 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和沒有其他法律代表的孩童 被遣返量也在增長 今年 移民委員會主席 市議員萬奇家 首次加入iCare項目 為該項目增加了將近一倍的撥款 為數百名非法移民兒童提供法律援助等幫助 我們不僅僅使用這個資料 我們也要給他們包含的服務 例如健康 保健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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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保健健康 保健健康 有更多孩子 比其他地方還要進來 iCare項目是從2014年由紐約市議會 與非營利組織羅賓漢基金會 和紐約社區信託基金會共同建立 為紐約市的進入驅逐程序的兒童和家庭提供幫助 資料會有幾個市民 做法律代表、健康、健康 22個案例提供了全面的法律代表 其中成功結案487起 仍有一千多個案正在進行中 通過iCare幫助的兒童 80%以上獲得了綠卡或其他身份 新唐人記者宇婷 韓瑞 紐約報導 大多運輸署MTA周爾宣布 將和4間公司合作進行一年的實行計畫 測試新科技來改善紐約市的地鐵和巴士 這四間將與MTA合作的公司 在MTA舉行的Transit Tech Lab比賽中 從將近100多家公司中勝出 MTA在試行期間不會付任何費用給這些公司 但會提供他們所需要的資源和技術 其中一間公司Vivo 將追蹤乘客在各車站的達成數據 讓MTA能更好地分派各車站的員工、車次等等 另一間公司XM5將運用APP 根據乘客所在地點和歷史交通記錄 設計出個人化的交通路線 通知乘客地鐵到站時間、霧點情況等等 巴士方面 Pretag公司表示可以提前預測巴士的機械失誤 降低維修時間和費用 最後一間公司Remix 則會幫助MTA設計更好的巴士路線地圖 新唐人記者王愈賀 紐約報導 之後帶您看到美中最新貿易談判結束 雙方9月份華府再見 歡迎回來 來關注 週三 美中的最新一輪貿易談判在上海結束 美國白宮發表聲明稱會談具有建設性 中共的商務部周三表示 雙方同意在9月份再度會面 週三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和財長穆努欽 和中共副總理劉鶴 中共商務部長中山等人在上海西郊賓館舉行了會談 白宮周三聲明表示 這次雙方討論的議題包括強制性技術轉讓 知識產權保護、服務、非關稅壁壘以及農業問題 中方確認了加購美國農產品的承諾 聲明還說 會談具有建設性 美方希望9月初在華盛頓 繼續就可執行的貿易協議進行談判 川普週二重申 美中雙方或者簽署好協議或者沒有協議 川普指責中共總是改變主意 最後變卦 川普通常跟中國有進行 但是中國總是在終於做新的交易 或似乎要做新的交易 當回答美中能否在2020年11月 美國總統大選之前達成協議時 川普表示 中共希望他落選 從而繼續佔美國便宜 川普還表示 中國急於達成協議 但能否達成協議取決於美國 川普認為 中方願意做出讓步 川普表示 美國經濟處於全盛時期 中共商務部週三晚些時候表示 雙方談及購買美國農產品的問題 並同意9月份再次會面 新唐人記者畢心慈、陳海月綜合報導 週三 美聯儲將基準利率下調25個基點 並暗示新年可能會再次降息 以避免美國創記錄持續的經濟擴張 受到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影響 目前美國經濟增長率高於趨勢線 並且失業率較低 美聯儲本次降息符合市場預期 這也是美聯儲自2008年以來的首次放寬貸款利率 據路透社報導 美國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庭週二宣判 維持法官對中國交通銀行、中國招商銀行 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的裁決不便 此前法官裁定這三家中資銀行蔑視法庭 拒絕遵守有關調查其違反對朝鮮制裁行為的傳票 裁定各家銀行每日罰款5萬美元 華爾街日報報導 三星電子第二財計淨利潤大降53% 消費者對智能手機和其他電子設備的興趣降低 導致對三星組建業務的需求下降 作為全球最大智能手機和存儲晶片生產商 三星電子受到全球支出回落的衝擊 礦日持久的中美貿易戰則加劇了這種困境 就在最近 三星電子核心業務又受到日本新貿易限制舉措的威脅 這些限制導致用於生產半導體和柔性顯示屏的 關鍵原材料出貨放緩 之後帶您關注中共突然叫停赴臺灣自由行 背後的目的是什麼 歡迎回來臺灣2020大選逼近又恰防香港的反宋州運動 越演越烈 中共的週三突然叫停中國大陸遊客赴臺灣的自由行 我們來聽記者林瀾的分析介紹 好的主播 我們知道中共文化部和旅遊部7月31號在它的官網上宣布 鑑於當前的兩岸關係 從8月1號開始暫停中國大陸47個城市居民赴臺灣個人型的試點 臺灣的中央社等媒體認為 這舉措是趕在2020臺灣大選前 明顯是中共慣用的已經逼正的手法 據臺灣內政部移民署的統計 今年5月大約10萬人次的大陸遊客通過自由行入境臺灣 比同一時期的團體遊客是多出了大約20% 但是以後中國大陸遊客赴臺灣只能申請團體簽證 或者是醫美 或者是專業簽證等 而辦證的價格將從大約500元激增到4000元 這將會影響大陸遊客赴臺灣的意願 臺灣的觀光界預估 隨著大陸遊客人數減少 臺灣民宿 餐飲等觀光業的產值 可能會損失新臺幣200億元 中共試圖以此激發觀光業者對民進黨政府的不滿 進而影響臺灣2020大選的結果 是中共干預臺灣大選的組合權之一 不過也有不少分析認為 中共這次的舉動不僅是要干預臺灣大選 還有另外兩重目的 一是由於臺灣普遍支持港人反送中運動 因此中共遷怒臺灣 第二 黨人反送中運動裡的真普選訴求 和臺灣2020大選將展現出的成熟的民主社會的面貌 可能對中國大陸的遊客形成雙重的民主教育 會有示範效應 因此深陷經濟困境和執政危機的中共 希望關閉大陸民眾的這個視角 不過中共此舉真的能達到它所預期的影響臺灣選舉的結果嗎 有三點值得關注 第一 臺灣旅遊業對大陸遊客的依賴度正在下降 據臺灣觀光局的統計 2018年 大陸遊客赴臺的人數連續三年下降 而臺灣積極開拓的泰國 菲律賓和越南等 赴臺觀光人數是連續三年大幅增長 第二 臺灣交通部宣布 面對打壓 政府不會讓臺灣的旅遊業者孤軍奮鬥 今年第四季度將投入新臺幣36億元的預算 刺激旅遊業 第三 中共用經濟 政治 假新聞超限戰 等一系列的手法來干預臺灣大選 隨著相關的信息不斷的被曝光 可能反而會加強臺灣人守護民主自由的意志 好的 下面把鏡頭交還給主播 好的 謝謝林蘭 那我們休息一下之後帶您看到 曼哈頓最大空中農場供應下東城有機蔬菜 歡迎回來 週三 曼哈頓最大的空中農場開幕了 位於下東城最新興的開發區埃塞科斯跨越區 將為當地的社區提供最新鮮有機的蔬果 來看報導 你能夠想像嗎 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座空中農場 就在曼哈頓的正上方 這邊種了多達15種蔬菜 那在我旁邊呢 可以看到這個紅色的櫻桃蘿蔔 都已經冒出頭來了 四分之一英亩大的農場中 還種了胡蘿蔔 大頭菜 羽衣甘藍 碗豆 芝麻菜等等 全部都是有機種植 這只是一年多的紙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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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場由非營利組織 Project Eats經營 該組織在紐約市有十個農場 旨在落實吃在地食當季的理念 為當地社區帶來新鮮 有機 富含營養價值的蔬菜 每個週三和週六 農場的作物會在該組織 位於愛瑟克斯公園的攤位販賣 8月底 大部分作物都會收成完成 Project Eats將在樓底 舉辦免費的週六早餐 向居民示範如何用綠色作物 煮出美食 這座曼哈頓最大的農場 位於愛瑟克斯大樓的六樓 是下東城新興開發區 愛瑟克斯跨越區的一部分 新唐人記者王愉賀奧利福 紐約報導 新聞最後我們來看到 週三國際足聯正式公布了 2009年世界足球先生 10人候選名單 C羅 梅西 范黛克領先入選 2019年世界足球先生候選名單上 有巨星 西羅和梅西 還有被稱作當代足坛第一中位的 范黛克以及其他7名球員 英國利物浦隊的范黛克 是英超聯賽最佳球員 西羅效力於意大利油文圖斯隊 獲得2018到19賽季意大利足球甲級聯賽冠軍 上個月還帶領葡萄牙隊 第一次奪得了歐洲國家聯賽冠軍 梅西則以36例進球的驚人戰績 成為今年西班牙甲級聯賽的頭號射手 並第六次獲得歐洲金削獎 西羅和梅西曾經壟斷世界足球先生稱號 十年之久 直到去年由科羅地亞隊長莫多里克打破 國際足聯世界足球先生 是通過投票來決定獲獎者的 下面四主人的投票分別決定了25%的結果 所有國家隊隊長的投票 所有國家隊主教練的投票 國際足聯網站fifa.com上的粉絲投票 約200名國際媒體成員組成的小組投票 年度最佳教練入選名單上 有帶領曼徹斯特隊成為英格蘭第一支奪得 英超、祖總盃和聯賽盃三冠王的教練 瓜迪奧拉、葡萄牙隊教練桑托斯 帶領巴西隊奪得美洲盃冠軍的教練泰特等 粉絲公眾投票是從7月24日到8月10日 獲獎者名單將於9月23日在意大利米蘭 舉行到頒獎典禮上揭曉 新唐人記者 王語音綜合報導 感謝收看今天的今日大紐約新聞 再見 報導 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並且請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